大家好 批评书 到年底了 12月的尾声 慢慢的就靠近了 人年纪大了 一晃就是一年 真的是好像什么也没干 一年就过去了 小时候说的是 小孩忘过年 大人忘栽田 成年人不懂的 咱农村人 农村人就这么说的 小孩忘过年 大人忘栽田 小孩忘过年 忘得他眼巴巴的 是不是 从每年的正月初一 一直忘到第二年的正月初一 觉得一年的时光特别漫长 哎呀 年纪大了以后 承受生活的重担以后 觉得一年一晃就过去了 中国的经济 也是当年底了 包子弟又在搞幺儿子 最近中国有好多事情 是不是 要开什么冬奥会了 啊完了以后 又要有什么武汉的疫情啊 有变种不变种的 是吧 然后经济又不好 大量人失业啊 没工作 所以这两天啊 包子弟呢 在年底 年底怎么说的呀 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一般到年底 大家都应该是什么 要加班加点 是不是 要做最后的冲刺 你说是不是 都是这么来的啊 说年底每年有任务的吧 年底没有完成 赶紧利用这个最后的一二十天 或者最后一个月啊 加紧冲刺啊 加班加点 如果已经完成了啊 这个时候 利用年底 超个完成指标 是不是 哎 要为明年 现在留点这个预留一点赋予的空间和时间 都是怎么来的呀 那我做媒体的人都知道啊 每年的十月 十二月份 是最好赚钱的时候 因为每年的任何一个大公司的广告的预算 到十二月份 他一定要花掉啊 否则都会去作废了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时候 你如果做媒体的话 你就会 你做公关 也是啊 公共关系 媒体都是一样的啊 十二月份的钱是最好赚的 去年的十二月份啊 是我们家老川 精讯这个为这个总统的事情 是不是 搞的是全球为之策目啊 完了以后 我们也跟这个川普总统啊 一天到晚鼓鼓呼 去年十二月份 我赚了三万多美金 我人生有史 你来第一次一个月赚 三万多美金什么概念 将近三十万块钱 二十万块钱 不是人民币啊 觉得不可思议 以前是中国一年也赚不到这么多钱 但是你看土工 他不包子里 他跟别的人都不一样 真太良的是中国特色啊 最近呢出了一个措施叫三庭 而且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 广州 江苏 浙江 你知道吗 哎呦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个地方 上海啊福建都是差不多的 三庭 就停产停工停运 你一听你就就就就就肾的慌 你说是不是有病啊 是不是大过年的 你想想啊 有树九寒冬啊 大家都希望年底赚点钱 回去好过年呢 是不是给父母一点压岁钱呢 给孩子一点压岁钱呢 手上都有有钱的呀 是不是一般到年底以后 单位的话都是发双薪的 发两个月 是不是一个月工资比 一个本的一个月工资是一万 是吧 发两个月发两万块钱 这一万块钱干嘛 来过年的呀 我想起我 我小时候我爸一到这个那月份啊 到12月份呢 就开始就就嘀咕嘀咕了 呀 今天年底啊 也没有什么搞头啊 就搞头 我们那边的老花搞头 意思就是说 没有没有专一笔钱呢 是不是 没有专一笔钱 那是不是就没有钱买肉啊 没有钱买鸡啊 没有钱买买牛羊啊 是不是 那那过年这么多孩子吃什么呀 家里不洗 现在也没有钱买对脸 那没有钱买鞭炮啊 哎 就是年底都是这样 结果细胞子就反其到二行之啊 搞他的细胞子新时代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啊 年底停产停运停工 你说停产 也可以理解啊 为什么呀 因为很多公司都都都关门了嘛 是吧 你不停产 他也得停产 也是顺势而为吧 那停工也是一样的 你为什么要停运呢 为什么要停运呢 停运是什么意思的 火车不坐了吗 公共汽车不开了吗 是不是 高铁不开了吗 飞机不坐了吗 为什么停运呢 哎 你知道吗 就是这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惊人的一个经济的败相 就是大量的农民工吧 或者是大量的中国的韭菜吧 也不见得是农民工也有很多城里人啊 因为整个一年的经济形势都不好嘛 大家都在苦苦的在等待 看能不能有机会 比如说找个新工作了 比如说换一个地方去上班啊 比如说有的人在地有的地方工作了以后就等着发工资啊 或者等着什么什么什么发薪水了 有些农民是吧 他干了一年有些公司他没给他发钱 他在那等了啊 等着发钱呢 发钱了干嘛 回去过春节了 是不是 一般到这个时候都这么想的 中国人呢 日子过得不容易 是不是 年底希望再怎么低啊 就是以前这个这个杨白劳的故事 是不是 就是再怎么穷也得要花点钱去买一个给闺女儿买一个红头绳啊 扎在头上啊 雪花那个飘啊 北风那个吹啊 要给给自己的闺女买点礼物啊 喜情一下 是吧 都是这样子的啊 我们小时候是这么过来的啊 那现在就就无所谓了啊 现在因为我们生活在自由世界嘛 日子过得不错嘛 天天都像过年 所以也没有太多过春节的感觉 但是一般的老百姓那不是这样子的 这细胞子是个畜生呢 停运啊 后来我明白了 为什么要停运呢 大家听好了啊 是因为什么呢 中南海下水道做了一个决策啊 今年呢 就是要确保全国稳定 为这个冬奥会啊 制造气氛 说在北京 在上海 在这个很多个大城市 广州 杭州 这些个地方 要搞一个全国性的一个美食节 美食节 吃东西啊 中国人就是吃吃吃吧 都是吃 都吃嘛 射尖上的中国嘛 是吧 除了吃啥都不会 说要搞成一个美食节 现在这个北京这边啊 各种 你说中国有什么吃的呢 他妈的水不干净 食材也 也有毒 土壤也有毒啊 所有的菜都有农药 肉是里面 助水 猪肉 各种东西 你有什么好吃的呢 我就不明白 是吧 那是共产党 他要制造一个绅士啊 他要制造一个文化 制造一个特色呀 包子要给自己的 脸要给吹肿了 以后给全世界人民看 那时候要搞奥运会啊 在好多个大城市要制造美食节 哎 搞这个东西 需要有更多的人啊 在这里 在那里吃东西啊 好像这个中共啊 这个叫做什么 百姓安康 是不是 哎 这个这个国家啊 什么什么 平平和 制造这么一种气氛 要求这个老百姓啊 不管你是人在哪里 今年不要回家过年 不要搞春运 每年的春运 大家都知道啊 以前我们搞春运的时候 我们是骂 骂那些个中国人 你有什么好回去的呢 人生最大的这个真谛啊 人生最大的智慧 就是生活在别处 你一个城里人 一定要一个农村人 你一定要想办法成为一个城里人 你要学会在城里人生 城里生活 你要在城里娶妻生子 在城里买房子 在城里过年 不要回到你这个鸡脚干辣的村里面去了 有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 那有什么好 有什么好嘚子 有什么好显摆的呢 就是我们就是那时候写很多 人家说了很多话 做节目 电视节目 我们都说这些话 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在城里过年 像一个城里人的生活 希望广大农民工 能够融入城市生活 这样中国的文明呢 就可以完成一个所谓的城市化的进程 我们说过的嘛 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 首先是什么呀 城市化 然后再工业化 而不是先工业化在城市化 为什么 因为人不知道城市 你搞什么工业呢 是不是 你没有资源 你没有劳动力 你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都要允许人自由流动 像水一样的均匀的流动 首先是城市化 这也是经济学的理论嘛 我那天跟大家推荐了好几个经济学家 一个是威廉佩蒂 一个是什么 刘以思 黑人经济学家 一个中等收入的一个国家 首先一定要完成城市化的过程 土工的城市化完全是错误的 什么控制特大城市 要在这下搞 城市化的形成不是你土工 不是你政府 不是你细胞子 脑子一拍摄意出来的 它是个自发秩序 我们说过无数次 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 都不是某一个人设计出来的 它是自己长成的 就像原始森林里面 任何一棵树 我有时候去那种 我们这个屋后面就原始森林 我有时候开着我的吉普车 去越野 在那个森林里面穿 我真的很感慨的 就特别像 漫天遮天蔽日的森林 一个一个的这么粗的树 都不知道有好多年了 就感觉特别像人工种出来的 但是又不是 它是自然生长的 只有自然生长的 真的才能长成参天大 说人种的是不行的 道理是一样的是吧 但是今年包子这突然变主意了 为什么呀 它要制造一个气氛 你知道吧 害人嘛 是吧 要求老百姓 各地的老百姓 就地过年 不要回家 不要搞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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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一个庞大的春运 这个东西它有几个目的 第一个是什么呢 希望把人控制在原地 不要动 免得整个中国出现社会的不稳定的因素 影响它开奥运 你知道吗 各种因素的动起来 它麻烦 知道吧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全国各地老百姓呢 回去以后 他因为他没工作了 是吧 在城里已经没有工作了吧 他如果一回去 说不定也不出来了 知道吧 哎 这个一不出来 脑东西就更稀缺 根本就工厂 更招待工人的 第三是什么呢 说是这个武汉病毒 你如果人不流动的话 可能会有效的减缓人与人之间的感染 说有这个因素 第四是什么呢 就是要求什么的 就是你在原地里 你有一口饭就吃一口饭 你不要动 而且尤其是不要讨薪 讨薪是什么 也讨工资呗 很多农民 他在城里工作了以后 一年下来 或者是什么 以前我看到很多消息啊 后来共产党就发明了一个特别邪恶的词啊 叫恶意讨薪 你想想怎么 一个讨薪这个东西 首先它的前提是 你一定是欠了他的工资 是吧 欠了他的薪水 那你欠了薪水 你欠我的钱 你是给我钱的 天心地义的 你再怎么 他都不叫恶意讨薪 是不是 你为什么拖着不给人家钱呢 人家农民容易吗 是不是 叫恶意讨薪 现在干脆说了 不准讨薪啊 为什么呀 因为你今天不用回去 你不用回去送红包 你不用回去买火车票 买飞机票 你就在园里呆着啊 安逸的过一个结谨的年算了 培合习包子 在北京表演 就大概起这么个意思啊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好几个问题 第一呢 是整个中国经济 它完全进入了1984末世啊 就是超级的一个管制 大数据管得你死死的 我跟你说啊 真的管得你死死的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经济真的是不行了 大家事业率啊 有人说事业率30% 我告诉你60%多 我跟你说 那个中南海下水标的数据啊 60%多 你有60%的没有工作 你搞什么搞 真的是 哎呀 停运也是什么的 就是现在这个铁路啊 他们亏损的特别厉害 公路铁路都亏损的特别厉害 还不是不搞的 他开的反而是亏损特别 干脆不搞了 一起配合包子的演戏算了啊 大概其实就这么一个情况 我我来也是跟中国的老百姓啊 虽然我现在活在一个这个山好水好的地方 日子好过得很 但是我还是为中国的老百姓支几招 怎么说呢 任何时候都要记住啊 这个农民啊 尤其是农民不要回乡 这个东西我倒是觉得不是春节不回去 你永远都不要回去 就像我们这些人 你永远都不要回中国 那一个农民 你说一个一个湖北的农民 你跑到广州打工 你回去干嘛呢 那个地方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留念 你好好在家里 在在广州这个地方呆着 顽强的啊 打不死的小墙呆着 不要回去 春节这个东西没意义 知道吧 但是你要讨心知道吧 一定要有要想办法 要把你别人欠你的工资 自己要拿回来 真的 我觉得吧 接下来房价会跌什么的 各种东西反而对你们是一个机会 希望大家能够从农民变成一个城里人 啊 包子敌呢 他是搞不长的啊 他肯定要滚粗的 但是我们的日子还要还要继续熬下去 还要继续过下去 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离开中国 这是最好的办法 如果你实在离不开 你一定要留在城里面 任何时候你记住 城里肯定比乡下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